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牌球员就是李盈盈和袁新月 在训练衣食的跑操环节 李盈盈和袁新月分别带领两列纵队 以往我们也可以看到女排姑娘们跑操的画面 领跑的队员一般都是队长或者是队伍的老将 又或是主帅较为器重的球员 比如郎平当主教练时 身为队长的朱婷总会在最前面 就此领跑的细节来看 李盈盈和袁新月将被委以重任 其实在朱婷 张长宁和姚迪三人无缘训练营 且朱婷和张长宁归期未定的情况下 袁新月和李盈盈被新帅蔡兵已重野在情理之中 袁新月是目前训练营中 在国家队资历最深的球员 从2013年入队至今已有9个年头 此外 袁新月所获得的荣誉也是最大的一位 训练营开营仪式上 排协还特意让袁新月成为67名参训人员的代表 进行演讲 这也表明袁新月现在的地位 李盈盈是训练营中能力最突出的一位 不管是从进攻能力 还是从后排保障能力来讲 她的数据在国内都是自成一档 有些小队员甚至还把她当作偶像 来激励自己 新周期 李盈盈毫无疑问将占据一个首发名额 她也是蔡家军能否完成亚运夺冠目标的关键 袁新月和李盈盈是新一届中国女排 能否继续在国际赛场上辉煌的关键所在 袁新月的进攻能力毋庸置疑 她的高点被飞已通过世界杯 奥运会的检验达到了国际一流的水平 严妮离队后 袁新月就会是复工位置上的一姐 她将带领一波小妹妹们 助其往上新的长城 袁新月需要解决的就是蓝网问题 希望通过训练营 可以精进她的蓝网判断和移动能力 李盈盈在国内已达到了所向披靡的境地 但由于上周期一直担任替补 所以未能在国际赛场上有一番作为 新一届女排 李盈盈将全面担起重任 由于左手进攻较为独特 骑兵上场会有不错的发挥 但改为主打后 将会被各队重点研究 能否继续保持强势 还需要经历实战的考验 期待 袁新月和李盈盈能够快速成长和接班 再接再历 再创佳节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